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家是青衣区里唯一一家的基督教中学 今年亦都是他们四十周年校庆 虽然中一同学刚刚才来到这家学校读书 但他们对这个学校也很有归属感 因為學校在他們開學之前兩個月 已經準備了一連串活動給他們參與 還有一個他們專屬的中一球場 和其他中學一樣, 我們都會辦一些中一的營生日 中一的學術周和輔導周 我們主要的目的都是幫助同學建立社交 和一些支援網絡 我想我們有辦了很多活動 是增加中一同學對學校的歸屬感 另外,你也看到身後 我們利用一些設施, 例如羅雅方舟 還有在雨操場有虎路十四站 其實透過羅雅的時跡 或者耶穌基督救世人的時跡 讓他們看到我們基督教信仰 愛與關懷的重點 其實當他們多了認識和了解 自然就會對學校的歸屬感增加 神懷孔 愛與她們 與此称之餘, 祂稱之為主 祂願意愛你, 祂願意愛你 祂願意愛你, 祂願意愛你 祂願意愛你 我逐個逐個逐個試音 同學,你一拜拜兩杯燒賣 你很喜歡吃燒賣嗎 對 我很喜歡吃,學習很多食物 學習甚麼 學習很多食物 吃得起蔥,也要吃半單 燒賣很好吃 半單燒賣 你每天都吃半單 對 除了燒賣,你還會吃甚麼 魚蛋、燒賣腸,很多食物都很好吃 中一同學,烏馬同學 入學時,我們很關心學習情況 我們問他有甚麼面對的困難 於是他聽不懂老師的英語或中文 我們問有甚麼科技可以幫助你 我跟烏馬同學一起去思考 於是想到有即時翻譯的手提電話程式 烏馬,我知道這是你中一時的發明 你可否說給我聽它是甚麼 這叫南蛙即時翻譯伊斯蘭姆 它用一頂伊斯蘭姆 這裡有一個南蛙信號 是 用手機的應用程式 就可以在這裡翻譯 就可以用耳朵聽 但其實…我現在跟你溝通 你懂得廣東話 為何要用一個反譯器呢 我懂得廣東話 不代表其他人也懂得改 所以就要用 最初這個原意不只是設計給你自己 而是想設計給其他人用 我們學校的遊樂活動中分為六大類 較特別的是女子足球和游導 其實最初我們在六年班升 來中一時的暑假期間 我們有一個問卷 問問他們在哪些活動上 有特別的能力和有興趣 從而我們分配給不同的團體 去發展他們或延續他們 在小學時的能力 我們游導隊會有兩條路 要麼是精英快、要麼是普及化 如果普及化就是普通強身健體 如果是精英快 我們就希望能夠進入港隊 進入港隊後 更加希望能夠打到國際賽 我知道你的教練和你的師姐 全都很厲害 都去過很多不同的比賽 也代表過香港 你自己在游導上有甚麼目標 最大的目標就是超越師姐 超越師姐,之餘呢 參加最大的比賽 例如有哪個老海中很想參加 其實我最想去日本打 為甚麼 因為我聽說日本游導也很厲害 而且也想看看自己有多厲害 同學,你們在做甚麼? 游打架,保持世界紀錄 來這裡,你們在做甚麼 你們在做甚麼 全世界紀錄 這卻是一個一個游導的 很多 William 表演技能 很棒 是略物視頻 我們有在家 最下人的 跟著人 看看 是 你身體 像 是 我 這個籌款活動將會在六月二十七號舉行 我們會在燕瓊校園裡 懸掛二萬隻紫白鴿 比喻聖靈與我們同在, 充滿整個校園 全校齊參與的活動 也會向世界紀錄協會 申報成為一項世界紀錄 今年就是學校四十週年校庭 我知道每位同學都要畫一隻紫白鴿 究竟白鴿對他們學校代表甚麼呢 在同學的心目中有甚麼意義呢 讓我先問問他們 他們正在畫紫白鴿 這個紫白鴿活動 其實是我們學校慶祝四十週年的活動 稍後我們會在學校懸掛二萬隻紫白鴿 其實這是一個破世界紀錄的活動 現在我們正在做一些前期的工作 其實同學的齊參與是很重要的 因為只要他們透過他們願意參與 他們才對學校有歸屬感 坐下, 我看你們在美化白鴿 你們對於這個項目有甚麼感覺 都是跟自己的喜好地設計自己獨特的八鴿 我覺得可以擺放自己的創意 會給其他人驚喜 我們希望藉著不同的校慶活動 去籌募經費 成立建設校園發展基金 我們籌款的目標是一百萬 捐款是會用作購置iPad 更換電腦、伺服器、桌面雲 希望我們建設現今成為一個智慧校園 此外, 為了提供更好的表演場地 我們計劃在禮堂購置更專業的燈光和音響設備 讓同學的才華得以盡情發揮 各位家長、各位校友 各位支持燕京書院的有心人 誠邀大家參與 齊心參與為燕京 從心創建新景象的城市 你們的力量將會為燕京書院帶來改變 學生將有更好的成就和發展 多謝大家 essay到 faith的思考 接受燕車 在細心下 接受燕車 莫乞車 接受燕車 請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